9月29号星期五 欢迎你收看UFX68财经集团为你呈现的一周财经大小事 我是芷莹 根据中国财政部网站显示 周四下午中国免去了刘坤的财政部党组书记职务 并任命原三西省委书记蓝佛安接任 此举也将为蓝佛安出任财政部长扶贫道路 不过在中国经济低迷 房地产行业持续恶化的情形下 担任中国财长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任务 尤其在庞大的地方债务压力下 当局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工具选项也变得越来越有限 为了达到提振的作用 中国政府已经多次要求银行推出降息和扩大贷款等一系列措施 不过这也直接冲击着中国各银行的盈利和利润率 包括房地产开发商的流动性问题和债务重组的缓慢进展 也加剧了很多投资者对银行财务健康状况的担忧 尤其对于像是平安银行和民生银行这些拥有更大的开发商长火来说 更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和压力 摩根大通分析师就预计 如果违约开发商的坏账比率持续提高 那么中国各银行2024年的盈利甚至将会出现下滑10%的情况 当然目前全球投资者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恒大危机上 目前已经证实恒大已经进入了刑似司法调查的新阶段 除了董事长徐家印已经被警方控制 去年7月已经实职的前总裁夏海军 以及前首席财务官潘大荣也已经被当局带走 有分析认为恒大上个月去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警惕 9月初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已经批准成立一家国有保险公司 接管恒大人寿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接着中国南方警察表示 他们已经拘留了恒大金融财富管理的部分员工 直到本周恒大宣布推迟原定于9月25号举行的再存容会议 理由是需要重新评估逆议的重组条款 随后让市场震惊的是恒大宣称 由于受到了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调查 因此不具备发行新票据的资格 不久后徐家印被带走的消息就闹得飞飞扬扬 香港股市周四开盘前 恒大系股票宣布暂停交易 不过并没有给出停牌的理由 一位刑事法律专家根据恒大集团公告进行分析 他认为公司应该是接到了确切的通知 而一般在这样的情形下 针对徐家印所采取的强制措施 很有可能与之前所描述的监事居住有所不同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判断 徐家印涉及的问题很可能跟多个罪名都有关联 而复杂的程度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可以完全理清 而对于再存人来说 更可怕的是徐家印被警方控制之后 将会导致恒大债务重组难以进行 大大增加了公司破产清算的风险 最后来带你跟进美国政府官门风波的相关消息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依然在未来一年的预算规模 以及是否继续援助乌克兰等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 迫使美国联邦政府周日将面临部分官门的风险持续提高 周四由民主党所控制的参议院计划进行程序性投票 已推进一项为期七周的拨款计划 使得政府得以全面运营至11月中旬 并且让议员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设定未来一年的财中支出 不过众议院院长麦卡锡已经拒绝将参议院的计划提交众议院表决 相反众议院正在继续就四个政府机构维持一年的拨款法案修正案进行表决 关键是这些修正案可以获得参议院批准的可能性并不大 而且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止联邦政府停摆危机 那如果无法达成短期拨款协议 四百多万美国军人和政府官员将无法领到工资 对于那些需要每个月领取养老金的民众来说 可能也无法收到政府支付的款项 国家公园也会因为缺乏拨款而面临关闭的风险 周四上午白宫官员也已经收到了政府可能关门的通知 看起来华尔街目前也已经消化了政府停摆的预期 从共和党强硬派要求削减乌克兰的大规模援助的态度来看 多数的分析都总结两党目前几乎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 可以达成预算协议的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 各界的讨论风向也发生了变化 大家更多的是预测这次关门将持续多长的时间 要达成怎样的协议才可以结束这场风波 对于美联储和金融市场来说 今年剩余时间的货币政策是否会迎来巨大的变化 就要关注美国两党本周的协议结果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想获得更详细的资讯 大家可以下载FX68财经App 阅读更多深入解析文章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订阅 并且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东西市场先机 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见